哈喽 今天是2022年12月12日星期一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 我是fx48财经集团金融分析师陈蔚 美股股市周一全线回升 尾盘的时候三大股指涨幅放大 道指重返了34000点的关口上方 标普500指数呢 也再度逼近4000点关口 好的地方是 道指迅速回到了33777点这个重要支撑的上方 标普500指数也在回踩100日均线后迅速回升 守住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显示出至少从投资情绪的角度来看 市场还算稳定 这就让人对明天即将公布的CPI报告和后天的美联储利率决议更加的期待 各股方面 今天想和大家看的是微软这家科技巨头 一方面是因为微软是我目前在五大巨头中排名第二比较看好的公司 另一方面呢 是微软最近也有不少重要的消息 值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先看洞市暴雪收购案的麻烦事 记得呢 当时这个消息爆出来的时候 我有提醒过大家要小心监管 因为呢 虽然微软已经离开监管事业很久了 近年来呢 也一直处处小心 因此呢 没有像其他科技巨头那样 经常会面临到监管层面的挑战 但这次他们终于是按捺不住 为了打造游戏帝国 试图收购洞市暴雪 一旦成功 确实对于索尼等主要对手将会产生巨大的竞争优势 因为呢 很多游戏大作可能会成为他们独家的资源 不过为了规避监管 微软也已经表示愿意在之后将游戏大作开放给其他平台 但似乎美国监管机构对此呢 并不买账 核心问题在于大家都在关注主机平台的游戏 而实际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更看重的似乎是云游戏的未来 这可能也是隐藏在背后的微软的真正意图 那从这次风口浪尖的暴雪的使命召唤到fromsoftware的爱尔登法环 这些游戏大作呢都需要单独购买 但微软一直都在布局改变这个模式 目前看微软还在和索尼这些对手抢夺主机游戏市场 但其实微软的很多行动目标反而是消灭主机 那就是通过云游戏让用户可以在任何设备上玩游戏 当然现在的技术难度令云游戏呢还只是起步阶段 然而一旦云游戏逐步成为主流 这也是目前潜在的一个大趋势 那未来游戏主机就会变得没那么重要 那靠什么来抢占市场呢 就是两样东西云计算基础设施以及游戏内容 云计算基础设施不用多说 微软本身就是三大公共云提供商之一 索尼这些竞争对手在这个领域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 而如果游戏内容这一块 也让微软通过对动势暴雪的这场重磅收购 而全面占领的话 其他对手可能真的就扛不住了 所以虽然游戏主机市场 现在微软并没有一家独大 然而一旦主机市场没有了 虽然微软也会有阵痛 但换来的可能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也一起消失了 这不就是FTC所担心的垄断吗 所以上周四FTC以3比1的结果决定 对这笔收购案开启反垄断诉讼 当然微软不可能就此罢休 反垄断诉讼也不代表就一定成功 现在看到的是 微软已经在积极应对了 争取通过一些让步促成这笔收购交易 但毫无疑问的是 矿日持久的诉讼大战 最终就算赢下了 也不可能是一场完胜 先不说期间的各项开销和花费 至少也会通过很多让步 令收购带来的价值打了折扣 这就会降低基本面的加持 因此对于微软来说 收购案的利好正在减弱 但要注意的是 如果能赢下来 虽然利好减弱 但毕竟还是利好 对于微软加强游戏 这个庞大的市场的战略布局 绝对还是一个加分的项目 短线因此而造成的回撤 并不能掩盖长期基本面带来的帮助 除非最终微软败诉了 那才可能会带来较为明显的回撤 尽管如此 微软毕竟是个巨头 动视暴雪那边还没有结果 微软又有了新的动作 那就是微软同意以28亿美元的交易价值 收购伦敦证交所4%的股份 这将帮助微软进一步的进军金融市场 厉害的是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伦敦证交所集团表示 未来10年将在微软的云服务上 至少投入这笔资金 也就是说 可能还有更多的资金投入 看着是入股 实际上却换来了一个大客户 还能加强云计算金融行业的布局 这笔交易看上去真是稳赚不赔 这不仅将推动更多的金融行业的企业和机构 向云端转移 还能倒逼微软开发更多新的产品和服务 展望未来 伦敦证交所的数据和分析平台将与微软 teams和其他的程序集成 并合作为金融服务市场带来新的下一代的数据和分析服务 这就能推动交叉销售的增长 那这比交易值得关注 不仅因为微软和伦敦证交所的名头都很大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各行各业的云转型又有了全新的案例 再度表明 虽然在最新的财报季中 我们看到尽管今年增长有所放缓 但云计算转型仍然是未来十年长期增长较好的行业之一 也是投资者可以重点去关注的一条赛道 因此作为这个领域里面重要的一家巨头 微软长期基本面依然是保持强劲的 虽然说短期内PC销售也会遇到需求疲软的阻力 但相比苹果现在遇到的供应链的产能问题 以及中美博弈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 亚马逊遇到的经济衰退风险下的电商疲软 MEDA公司的转型挑战和收入压力 在我看来也就Google自成生态的数字广告生命力 以及同样发展迅速的云计算 能够和微软现在的基本面所媲美 因此是我目前最看好的两只科技巨头股票 技术面上目前微软周线上 正在强化11月初触及的213美元附近的区间底部 日线图上可以观察近期能否明确的重返100日均线上方 站稳的话就有望向上进一步看向280美元附近 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那明天呢在经济数据方面 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就是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了 那目前市场预计的是CPI有望放缓到7.3% 那如果我们能够意外看到六开头的一个CPI数据的话 对于提振整个投资情绪将会带来极大的帮助 至少呢在短线内会带来一波大涨势 但是还是一样的考虑到后天也就是周三的时候呢 美联储就会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了 因此呢两大重要的一个财经事件集中爆发的话 可能会令市场的一个波动比较大 投资者呢依然要保持警惕 另一方面呢明天也可以留意一下 美国石油学会即将公布的API原油库存报告 这对于近期能源价格以及能源股的表现呢 也会带来较大的影响 那明天呢在其他方面可以关注的还有美国参议院关于FTX的破产听证会 看一看是否会对加密货币市场以及那相关的股票带来很大的影响 而同时同样在本周即将公布利率决议的英国央行呢 也会在明天公布他们的金融稳定报告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频道会员 敬想更有深度的会员专享内容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收看FX28的节目 更多资讯的请在苹果商店或者Google Play商店下载FX28财经APP 同时也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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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